在这个金融关系网当中肯定存在金融官僚个人的私利 他们会和外资内资结成某种暂时的利益联盟 在会党国效力的同时也会贪污腐败给自己输送利益 那虽然这帮人是在上一轮的清洗过后新提拔起来的金融官僚 但是这个并不影响他们形成新的金融关系利益网 而且由于中国在政策上必须利用四级政策来救市 所以两家河还不得不继续使用这帮懂金融的专业人才 用他们来推行中央的政策 等到将来出问题之后再发动新一轮的整肃清洗运动 打掉这一部分官员再提拔新的金融官员上来 那么现在这一次中国的人造牛市其实就是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是一个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首先梁家河需要通过人造牛市来缓解中国经济断崖式下坠的困境 比如说要提升市场乐观情绪防止进一步通缩 用股市割韭菜来化解债务等等 他在经济上起到了布洛分一样的消炎阵痛的作用 人造牛市可以暂时为中国经济止痛但是不能治病 那对于新的金融邦来说 第三方是外资 那么之前讲到过外资和基金准备全面的撤离中国 而撤离就意味着要把手里的资产变现 外资为了高价变现减少潜在的损失 就必须和中国政府勾兑利益 所以他们也需要金融邦帮忙拉升股价 把手里的中国资产卖一个好价钱然后跑路 所以这三个利益方都对于人造牛市有共同的需求 因此人造牛市就出现了 但正如我们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看到的一样 人造牛市很难持久 紧随着人造牛市就是股灾 支撑这一次中国人造牛的力量 短则持续到美国大选之前 最长也不会超过半年 那之后就必然是断崖式的下跌 那以上还是最为乐观的一种估计 实际情况可能还没有我说的那么好 那一旦中国股市见顶 整个人造牛市的左侧上涨完成 走向右侧的话 到那个时候外资就完成套现 彻底跑路一去不回 同时金融邦也在人造牛市的左侧 为自己谋取到了巨大的私人利益 那他们要做的呢 要么是协款跑路 要么是直接被整肃清洗 那整个中国的股票周期 反映在政治上就遵循了股灾 整肃清洗 新一轮股灾 新一轮的整肃清洗 这样的一种循环结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利益方 他们的角色就非常尴尬 这个利益方就是所谓的股东 当然也包括一般的股民 那从理论上来说 股东原本是公司的主人 但是中国的金融博弈 跟上市公司的股东 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它纯粹是一个政治内部的博弈 这一点非常有意思 我们通过这个角度 其实可以深入的 去帮助大家探讨 中国股市的属性 中国股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 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那严格来说 中国股市它并不是一个 真实的股票市场 它更像是债券市场 中国商务公司的股票 具有非常强烈的债券属性 那各位要注意 这样的一种属性 不是现在才产生的 而是从中国近代以来 也就是晚近以来 伴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出现就存在 那中国股市的历史起源 把这种属性 刻在了它的基因当中 不可改变 那一言以蔽之 中国的股市不是起源于 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东权益 而是起源于融资和债务 那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那这个就要提到 大众持股公司的起源 公司这个词的原形 是由拉丁语的 康和penis组成 康表示共同 penis表示面包 合在一起就是共同劳动 并且共同分食面包的意思 这样一种共同承担风险 共同分享利益的组织 就是最早期的公司 根据法国史学家布罗戴尔 在他的作品 15到18世纪的 物主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 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势 最早出现在地中海地区 包括古罗马共和国 和后来的意大利城邦 这个时期的公司 还部分地保持了 家族学员关系的 这种恒定的股权状态 而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持股公司 实际上是源于 英美等的普通法国家 对于传统公司制度的改造 17世纪以后 近代公司的规模不断增大 公司的管理者 不得不大量地发行股份 用来给更为庞大的公司集资 那这些流通到市场的股份 逐渐被公司创始家族之外的人持有 那根据普通法的权利和责任 分攀的理念 拥有股份的人 也按照比例拥有了 公司的所有权和话语权 上市公司就成为了大众持股公司 它代表公众的利益 因此大众持股人 它有权利要求公司 对外真实的披露财务信息 然后这些诉求 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 逐渐形成了 现代的公司法和正确法 这反过来更进一步 巩固了现代公司的分权体系 能透过历史来看中国 中国的上市公司 是这种普通法意义上的 分权系统的公司吗 显然不是 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公司 是1873年由清政府 创立的轮船招商局 这是一家所谓的官都商办企业 也就是国有企业 官方的股份在企业当中 具有绝对话语权 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 也不是普通法的分权系统 股东在招商局 这样的中国股份公司当中 没有话语权 这种极权值的特点 延续到了今天 举例来说 去年就有很多媒体报道 中国在大力推动 政府持有民营企业 1%的股权 这个1%就是所谓的黄金股权 拥有黄金股权的政府 就具有企业当中的绝对话语权 企业真正的股东 是没有话语权的 也不能自行决定 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董事会完全是党说了算 那换句话说 从晚清到今天 中国的上市公司表面上看 也是所谓的大众持股公司 但是公司当中 大大小小的股东 对于企业是完全没有 话语权和控制权的 上市企业的控制权 都在政府手里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失去了自主权的企业股份 就变得类似于债券 因为你不管只有多少债券 你也不可能进入董事会 所以没有决策权的股东 他们内心呢 就自然不可能认为 自己是企业的主人 也不会认为 自己和企业经营 有任何实质关系 那既然股东 不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 那么他们就只能 把企业当成是投机的工具 所以说中国的股市 从晚清开始 就是一个互相欺骗的赌场 这个当中有很大的原因 是中国的企业制度造成的 上市公司没有遵循 普通法国家的那种 分权的自由的市场制度 造成股东和企业之间 他们是弱关系 甚至是敌对关系 它就像官方和民间 是对立的一样 在这种对立格局下的股市 只能是互害互骗 那中国的经济学家吴近年 在过去曾经提出过 同企业经营的股东 又没有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在这样一种混乱的企业制度之下 自然就是投机横行 沦为一个赌场 在十九世纪的晚清 国有股份公司成立之初 当时的朝阳行业是矿业 根据文献记载 在权力关系非常混乱的股权制度之下 当时的矿业公司 根本没有再认真的经营 而是把主要经历 用在造假和炒作方面 1886年2月26号的申报 就一篇文章专门描写了 当时的乱象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 股民对待股份公司态度 也仅仅是把它当成 短期投机的工具 同样是申报 在1882年9月2号 还发表了一篇 《购买股票一意自慎》说 文章写道 华人买卖股票 无疑乎买空卖空 原价过来 稍增则已受去 其或由贪小利者 或承其贵而受去 似其见又买进 并不问该公司之美恶 以及可以获利与否 但之有一公司新创 纠集股份 则无论如何 竟往复古 至于该公司之情形若和 竟有茫然不知者 亦和可笑之甚也 我们把19世纪 中国报纸描写股市的文章 放到今天 其实毫无违和感 因为中国新鲜股市 和晚清的股市 它的基因是相同的 都是属于债券型的股市 股东没有任何权利 所以他们能做的 也只有投机赌博 谈不上任何的可持续发展 这种股市的结局 就只能是暴涨之后暴跌 剩下一地鸡毛 我们来做一下总结 美联储降息的外议效应 以及中国政府 搞的经济刺激政策 合力推高了 中国和香港的股市 这是从短期而言 从政治上来看 人工牛市 符合梁家河 金融官僚 外资三方的利益 是一个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但是短暂的牛市之后 外资会撤离 中国的金融系统 会展开新一轮的整肃清洗 而受此影响 中国经济的情况 会更加糟糕 社会更为动荡 至于说中国的投资者 他们当中大部分人 在这个人造牛市当中 什么也都不到 这个是由中国股市的 历史起源和基因决定的 中国股市的背后 缺少健全的企业制度 和市场制度的支撑 因此除了投机 别无选择 所以说现在有些人 非常天真的认为 整个中国的人造牛市 是梁家河大法慈悲 他想要中国股民变富 用变富的方式 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种想法非常天真 因为一旦中国人变富有钱之后 就会彻底的忘记梁家河 梁家河可不想你们忘记他 他让你们记住 他的唯一方法 就是把你们打成赤贫 然后在你们非常贫穷之后 赏给你们饭吃 这样大家就会对梁家河 感恩戴德 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和方法 所以今天的股灾 是为明天的感恩戴德做准备 这是一盘大棋 别看今天你们炒股闹得欢 当心今后股灾拉清单 梁家河说到做到 从不让人失望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我现在不炒股 完全不过问股市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逃过一劫 答案也是否定的 因为虽然你不炒股 但是你防不住 那些炒股亏钱的人 拿刀上街捅你 所以说最后 没有人能够逃脱 这个大的劫难 大家好自为之 等一下 这首歌其实前面都还好 重要的是口白 你不能因为说 赶时间就把口白给删掉了 大家说对不对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 温度着你的方法 我不要再想你 不要再爱你 不要再提起你 我的生命中 不曾有力 我会擦去 我不小心 低下的泪水 还会装作 一切都无所谓 将你和我的爱情 全部交损 等一下 等一下 这首歌其实前面都还好 重要的是口白 你不能因为说 赶时间就把口白给删掉了 大家说对不对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 温度着你的方法 我不要再想你 不要再爱你 我也再提起你 我的生命中 不曾有力